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一个讲座 陈纯也是杭州去链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王婆卖瓜自卖之夸 陈纯自然把区块链说成了一朵花 卖力的吆喝 换来了丰厚的回报 习近平对区块链技术果然大家赞赏 他说 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 物联网 智能制造 供应链管理 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 中国在区块链领域拥有良好的基础 要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 积极推进区块链和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 要努力让中国在区块链这个新兴领域走在理论的最前沿 占据创新制高点 取得产业新优势 要推动协同公关 加快推进核心技术的突破 为区块链应用发展 提供安全可控的技术支撑 也要加强区块链标准化研究 提升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应该说习近平组织政治局委员学习新的科技技术是件好事 比曾经在党领导一切的政治斗争中要好得多 至于他和政治局委员是否弄明白了区块链倒并不重要 但习近平的讲话却引来了部分学者不切实际的喝彩和股民的热烈反应 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福仲在接受采访时称 参与区块链可能是中国老百姓这辈子唯一的造福机会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压根就不明白区块链是个什么东西 但他们显然听进了专家们的意见 把区块链当成了罚家致富的重要商机 于是在熊市中苦苦挣扎了四年之久的股民终于出手了 10月28日本周的首个交易日 区块链概念出现了紧碰现象 统计数据显示区块链概念股大涨8.63% 172支成分股中有118支涨停 区块链关注度啊 助澜升温 引来众多上市公司对区块链的青睐 习近平鼓励发展区块链 只是一种政策引导 所说的话也不过是秘书为他起草好的文字 股市和民间的热烈反应并非吉祥之兆 大家应该还记得2015年股灾和随后的暴利就事 2015年中国官方想通过股市解决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 于是官媒开始鼓噪 当年5月26日 习近平到位于杭州高新区的海康威视 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 与一位女记者进行了交流 该记者玩笑的说她是专职炒股的 习回了一句 炒股好啊很快就要到一万点的习金口预言 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应 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话可就是风向标 老百姓闻风而动全民炒股 上阵中止6月12日一度达到5178.19点高位 深圳陈子6月15日达到18211.76高位 但可惜好景不长 中国老百姓终于没有从韭菜变成西兰花 之后啊股指急速的下措 上阵中止8月26日跌到了2850.71点 深圳陈子9月15日低见9259.65点 和中国政府派举公安部副部长到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抓人 并对国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下达了股票禁售力 开创了震惊世界的暴力救世先河 国家领导人的倡导而突然兴旺的区块链 会像2015年的股市一样成为灾难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区块链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投行大佬雷迈兄弟倒闭后的两周 11月1日日益美国人钟本聪发表了一篇重要的金融文章 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 阐述了基于P2P网络技术加密技术 时间戳技术区块链技术等电子现金系统的构架理念 该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比特币的诞生 2019年1月3日第一个序号为0的比特币创世区块诞生 1月9日第二个序号为1的区块与序号为0的创世区块 相连接形成的链 区块链诞生人间 区块链是通过去中心化去信任的方式 集体维护一个可靠数据库的技术方案 它是一种不依赖第三方通过自身分布节点 进行网络数据的储存 链证传递和交流的一种技术方案 举个例子说 一个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他需要从中国汇款到美国缴纳他的学费 目前国际汇款是通过银行的资金清算系统 也就是第三方才能完成 但区块链技术省去了资金清算系统 这个第三方更加经济便捷 它具有以下的特征 一是去中心化 区块链技术不依赖额外第三方管理机构 或认件设施 没有中心管制 它通过分布式核算和储存 各个节点实现信息自我链证 传递和管理 去中心化是区块链最突出的本质特征 二是开放系 区块链技术基础是开源的 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完 区块链的数据对所有人开放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的接口 查询区块链数据和开发相关应用 因此整个系统信息高度透明 三是独立性 整个区块链系统不依赖于其他第三方 所有节点能够在系统内自动安全的链证 交换数据 不需要任何人为的干预 四是安全性 五是利益性 各区块节点的身份信息 不需要公开和链证 信息传递可以利益进行 区块链不是数据货币 区块链与比特币的关系是 比特币是一个点对点的去中心化网络平台 但区块链正是它依托的基础 尽管区块链技术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并被誉为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 但截至目前为止 除了比特币本身之外 真正在市场上实际运转并形成商业模式的 区块链技术应用尚未出现 究其原因除技术自身的瓶颈和风险需要时间 简念之外还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法律和监管政策的不明确性 二是标准化领域 仍属空白 三是有效的产业主体合作机制尚未形成 所以区块链技术方心为爱 但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都任重道远 在这里我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武汉市江汉区有一家集体小作坊 主营谈棉花 现在城里已经很少看见谈棉花 但我小时经常看见一些手艺人背着一张大弓 边走边缓 谈棉花咯 谈棉花咯 棉续用的时间长了就会板结 他们将旧棉续用弓弹松 翻新后的棉续就像新的一样 经济实惠 该作坊谈棉花的师傅们都是武汉开外的手艺人 干活认真 生意一直不错 时间就到了九十年代初 新企业负责人年轻有报复 不甘的只成副业 于是开始了多种经营 如做家具 躺饮等 生意也很火 他们将企业的名字改为洋气的华丽家具装饰配套公司 那时武汉市突然兴起了钢琴乐 很多家长想跟子女买架钢琴 但落大的武汉没有一家钢琴厂 市委书记对这事很挂心 经常在会上谈到这事 说上海卖钢琴都卖疯了 年轻的厂长给书记写信 他们厂要制造钢琴 他说我们不仅能弹棉花 而且还能弹钢琴 市委书记很高兴 称赞他有志气 于是成立了工作专班 华丽家具装饰配套公司 转演更名为武汉钢琴厂 不久一个境外采购钢琴生产线的班子 形成了 市委书记指示副市长挂帅任组长 银行行长厂长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任副组长 为了超过上海钢琴厂 班子决定采购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 于是他们远赴欧洲采购 经过慎重的选择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具有深厚音乐底润的意大利 当意大利一家百年钢琴公司接待了首批中国客户时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古老的中国竟有如此酷爱音乐的滋音 老外们激动了 血啊燃烧起来 他们决定把最好的设备卖给中国 最终钢琴生产设备远渡重洋来到了武汉 几个月后 意大利钢琴工程师们到达武汉 准备组装设备 但令他们失望的是 武汉钢琴厂根本不具备生产条件 厂房啊是露天的 也没有调音师 意大利公司最后决定将他们卖出的设备再买回去 因为百年的品牌输不起啊 但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 设备啊只好静悄悄的躺在仓库里 每年要支付上百万元的利息 1995年该公司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 破产了 唯一有价值的意大利钢琴设备 以四百万元的价格 卖给了一家上海钢琴厂 他从未起风 我当时作为银行代理的 参入了整个破产清算的程序 单调的弹棉花声永远也没变成美妙的钢琴声 热情代替不了理智 一个企业的破产或许影响不大 但如果一个国家的瞎折腾 就会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钢琴技术是成熟的 但区块链技术还处在弹棉花的水平 最后我们做个总结 区块链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将会在世界上产生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 无论对世界和中国都意义重大 区块链目前尚处在早期的发展阶段 在安全标准监管等方面 都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区块链技术创新并不等于炒作虚拟货币 利用区块链发行虚拟货币 炒作空气币需防范风险 如果不顾风险 将区块链演变为全民炒股发财运动 一场科技折腾和劳命伤财将会如期而至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